富佑节前夕举办的品咖啡画家常活动 冬午节后再续杯 而因应地震过后要协助振兴花莲 三上预警建设除了邀请西部北部的顾客来到花莲参观 也连结了玉里的咖啡小农带领大家品尝优质的咖啡 并向消费者说明耐震建筑技术的重要性 希望让居住在花莲的民众都能够安心 富佑节前夕举办品咖啡画家常活动 获得顾客好评 但接连发生了大地震让花莲陷入困境 而在段午节过后 三上预警建设举办了再续杯活动 特别把西部北部的顾客邀请到花莲旅游 也连结了咖啡小农 让外地游客品尝到花莲的好滋味 我们之前在新竹有购买跟台中有购买的一些移购客户 然后回到花莲这一边 也来可以欣赏看他们的房子 然后在第一点的部分 我们其实因为花莲经过0403的地震之后 然后我们就想说来提倡说 来这一边可以振兴一些观光的部分 那第二点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结合在地的小农的一个咖啡 冠军的咖啡 然后来可以把他的咖啡来可以发展出去 然后我们山上玉井就做了这些比较有爱的一些活动 山上玉井建设特别邀请咖啡达人 还有玉里获奖的咖啡青龙 在现场磨豆煮咖啡 一旁有幼儿绘画涂鸦区 美丽的样品屋也吸引很多人进去参观体验 建设公司特别强调耐震技术的重要性 其实我们山上玉井因为经过了这次地震之后 我们其实在房子的部分 我们是加强所有的一个结构 我们用了PoloSafe的DRC双合柱的一个部分 在一楼的部分整个加强结构 而且它已经达到超过国家的耐震的一个标准 然后我们其实在客户选购的部分 都可以去做一个很安心的一个购屋的一个方式 比其他的一个地区在断层带 或是在哪一个地区我们更加的安全 咖啡飘香又从笑声还有漂亮的样品屋 完全满足了大家对幸福的家的想象 介络会欢视报道